二二八三天連續假日 全台各地風景區或遊樂園附近的交通都大打劫 像是花蓮風景區 台八線172公里慈母橋到174公里的九區洞之間 長達兩公里的路段 因為有多處狹窄崎嶇的外路和隧道 成為每年最容易塞車的路段 但近年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 在東西兩端設下管制綱 單向管制分段放行 塞車狀況就舒緩許多 從家裡一直到和平 南端台九線 以及泰國閣口到天祥段台八線的風景游覽區 以及七星台湾游覽區 我們針對這幾個交通樞紐的地方 我們有設置了25個固定港哨 雖然不見堵車執行 但警方的車輛管制措施 卻讓附近的店家叫苦連天 我覺得在執行上好像有一點過當 因為我們這邊店家就是讓遊客方便 比如說他口渴買個水 但是執法的人員 連讓他們停車的機會都沒有 那連停車的機會都沒有 那我們相對商機一點也都沒有 業者照顧 但警方為了管制大量車潮出入 也只能實施禁止臨時停車等政策 但未來能不能有配套辦法 不要影響附近店家生意 恐怕地方政府與業者還有更大的研議空間 記者綜合報導 特朗普通的官員 莫子 市場外